那刚刚在新闻中我们也提到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得到了授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那么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俄军进攻基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 那美国此时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不是有点原水解不了进口这样一种感觉 确实很难解进口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这些武器装备要运到乌克兰的话 没有戈巴越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现在重要的武器装备 比方说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 它肯定不会再往乌克兰运了 毕竟现在乌克兰的局势来说的话 对俄军控场已经成了一个定局 只不过是乌军的做出一些殊死的抵抗 所以如果说再把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 运送到乌克兰的话 那等于给俄军给对手一些先进的武器 我们看最近这几天的战况来说的话 俄军也在很多地方就缴获了还没开封的 包括标枪导弹在内 这都是美国等国之前送给乌克兰的 所以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 现在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无非就是一种支持泽连斯基支持乌克兰的一种政策方面的宣誓 因为你既然不动手不派兵过来 那你总得有点表现 而泽连斯基现在来说的话也在不断地要钱要务要军援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政策方面的选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把这个武器授权 不管多少亿这个武器授权给国务院了 这个也是拜登政府的一项安抚国内民意的一种选择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没有国内特别是没有国会反对拜登政府的这些政客 现在已经纯粹欲动 就认为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策略性的失误 甚至那个钱政要 特朗普都说普京这招的话是一个天才的天才自己 叫Genius 就是普京现在做的是天才在做的事 所以就攻击拜登 那么做出我继续在制裁俄罗斯方面 施加这个影响施加压力 另外一方面还派出人员往乌克兰送武器 这个也是一种安抚国内的政策选择